來到台灣,第一時間當然要玩抽獎 如果想知道如何登記,可以重溫10月台北的影片 今次來的其中一個目的 是要去到好稱全台北最高最難預訂的蒲菲餐廳 它在 In Paradise 響響 究竟有多難預訂呢?首先給大家一個概念 餐廳在網上預約系統會開放一個月內的預訂 基本上都會在一兩天內爆滿 另外,為了防止炒賣或脫帽 餐廳需要客人預先付按金 每位500元台幣 響響位於微風訊200塊46樓 首先要搭電梯到4樓,然後轉為高樓層電梯 一到接待處就好像去了酒吧 我們預訂了中午自助餐 用餐時間由早上11點半至下午2點 果然環境不錯,不過看到101的位置有點曬 前菜有柚子蠔,鮑魚,帶子,沙律等等 我們一致認為這個柚子蠔是可以Encore的 海鮮冷盤都有蝦,花蟹,螺,長腳蟹等等 刺身有八爪魚,三文魚,吞拿魚,欺凌魚等等 手捲也有幾款,最受歡迎是鮭魚親子手捲和牛綁絲手捲 特別在於會先烘一烘紫菜 烘的紫菜的確有點脆,擺盤也很好看 另外也有幾款燒鴨壽司 我們就叫了比目魚裙邊和干貝壽司 這裡的片皮鴨會連鴨肉 可以選擇普通的白餅皮或麥餅皮 鴨壽司也有兩款 一款是鴨肉油飯 另一款是鴨皮壽司飯 鴨皮那款真的強烈推薦 因為它們把肥膏去除了 真的剩下脆皮 也有牛扒,豬辣骨,鐵板牛仔粒,羊架等 配羊架的芥末子香草汁有驚喜 之前看到其他人介紹是有梳芙里版本的 不過現在只剩下酥皮 配松露蘑菇湯或粟米湯 但也很棒,酥皮有點甜 松露蘑菇湯很濃 這裡的鮑魚海鮮粥有點像潮州粥 全燒區有燒杏包菇,雞肉,牛肉車尼茄等等 而翻本之鮮當然是燒香魚 點心裡有蝦餃,燒賣,牛肚,小籠包等等 點心裡有蝦餃,燒賣,牛肚,小籠包等等 也有其他小炒的,炒水蓮很有鑊氣 這個梳芙里也是超級推薦的 以前好像會送到每台上 不過現在就需要自己去甜品區拿 另外甜品櫃也有十幾款蛋糕 蝦根大絲雪糕也有八款口味 菠蘿超級甜,不過如果不夠甜 可以自己加蜜糖 飲品區提供幾款Cocktail Bartender也會即時調製 當然咖啡、奶茶、非酒精的飲品也有提供 總括來說,以台幣1529元來吃中午自助餐 這個價錢,這個質素是密超所值 香港或澳門都應該很難做得到 距離我們入住酒店最近的夜市 就是林江街夜市 所以我們決定今晚去素街做晚餐 這間生煎包超多外國人排隊 店員不停煎,完全供不應求 看到這麼多款式都忍不住去光顧 他們的辣椒醬和蒜泥一定要加 訂購後才知道原來這間是 米芝蓮美食指南推薦店 味道有點像香港的臭豆腐 不過裡面多汁很多 最後也點了一個蛤仔大腸麵 我們今次入住的 是位於大安區的台北 遠東香格里拉 大堂已經有聖誕裝飾了 Check-in counter旁邊也有Welcome drinks 還有熱氣球打卡和懸望樹 其實也挺有心思的 這間特選專門家庭法房 也有600呎 還有衣務間 咖啡機 和迎賓水果 浴室很大 還有超低清電視機 10月的時候 吃過一次三河中村屋 當時抽中了3張兌換券 今次是特地來獎 說笑而已 其實是被他們的新鮮燒烤鰻魚吸引了 今次也是叫梅子白燒萬貴套餐 套餐有4種建議吃法 可以重溫10月份去台北那條片 又抽中炸蝦了 店員還在問我們是否跟蝦有熟 又來到成品生活新店 目的是再吃一次的蜂一鍋 這個頂級三人海陸總回套餐 有菜盤 牛肉 和一大盤海鮮拼盤 另外他們的飲品也是推薦的 難怪他們會另次手搖飲品櫃桌 很久沒來過新門町 依然都是這麼多年青人 而我今次的目標是老天鹿 經過對面的紅樓 便搭巴士回酒店 鴨翼35元台幣一隻 鴨舌200元台幣一份 脆腸即是雞腸 100元台幣一份 而且他們不會切牛肚 而且是斷黑青 酒店附近有間安和蘿蔔絲餅 全部都要拿走 沒得糖吃 因為鍋裡只有蘿蔔絲餅 所以紅豆餅要即製 需要等約5分鐘左右 蘿蔔絲餅一定要加醬油和辣椒醬 都有無糖或者有糖的豆漿 這間雞三和是日本的過缸農 台灣首店為微風台不車閘 沒錯,我給花多眼力的親子當餐牌吸引 這裡的親子當雞肉 除了平時吃到的版本 還有隻燒和炸雞的選擇 我們試了隻燒的版本 雞蛋還可以選全熟或者半熟 鹽燒雞肉串的雞皮超脆 還以為雞肉三是有三款雞肉 半熟蛋蛋 半熟蛋的版本超流汁 砍蝦眼又是時候回家了 多謝大家觀看這條影片 拜拜 拜拜